那當初我們的設定 剛才就說了 我們這個圖書館 是比較屬於複合型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在桃園的話 因為我們的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是比較 應該是說比較符合 我們民眾的一個期待 我們大概只有一個月的禮拜四 是修館日 那我們平時的話 除了禮拜天和禮拜一 我們都服務到 我們都開放時間到晚上九點 所以就是 其實這個是長時間的 所以對於我們的讀者來講的話 無論是小朋友親子要寫功課 其實應該說是 這個時間上應該是蠻充裕的 在我們桃園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的話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就是 我們的因為歷經了一下 就是前幾年 前幾年的我們的防疫的部分 那可能來館的人數可能會偏少 可是今年已經開放了 所以其實人員都已經再回來了 那加上我們圖書館 你剛才有講我們的館設有特色 還有就是我們有策展活動 還有我們的有 我們有很便利性的 就是我們的停車場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親子 我們其實我們桃園龍潭的服務對象 不再是我們桃園而已 像新北市或是新竹縣 他們其實都會 因為我們又臨近北二高 所以他們都會開車 然後就是巡線 然後來到我們這裡 其實他們來到圖書館的話 我相信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圖書館好像是他們的首選 來到這裡除了可以就是油漆之外 因為我們外面有綠地嘛 那還可以獲得一些知識 所以其實蠻多的讀者們都蠻喜歡 就是席家代券來到我們這一個 這個圖書館 那接下來就是可能就是所謂的 就是電子化的一些科技上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圖書館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策展是屬於互動裝置型的部分 所以在這一塊的話 可能也蠻多吸引很多群眾 會利用這個數位化的部分 然後來接觸我們的一些推廣的一些策展的活動 還有知識性的一個推廣